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今天要分享的书是《跨越是成长》,作者是巴巴拉奥克利,畅销书作家,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的工程学教授,迈克马斯特大学全球数字学习拉蒙卡哈尔杰出学者。 这本书告诉我们,每一个人都可以脱胎换骨,每一个人都可以长成一个你过去想象不到的人。 下面,我将分三部分为大家讲解本书,第一部分是如何实现思维转换,第二部分是非传统学习的应用,第三部分是怎么把中年危机变成中年机遇。 先来看第一部分,如何实现思维转换。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,有一个叫格雷厄姆的年轻人,从小不爱学习,喜欢玩音乐,很有音乐天赋,后来成为了一个爵士乐手,而且他的爵士乐很受欢迎,唱片卖到了白金销量。 有一次,格雷厄姆去参加一个公益活动,是一个癌症孩子的福利院,在那个地方,他彻底被打动了,他觉得音乐帮助不了这些身患癌症的孩子。 什么才能够帮助他们呢? 医学。 所以他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。 你想想看一个音乐家,从来没有好好学过医学,他就硬着头皮去考试,用一年多的时间攻克一门很难的课,再用一段时间再攻克一门很难的课,最后竟然真的被他考上了顶级的医学院,然后成为了一名医生。 这就是思维转换的力量。 如果你真的愿意努力去尝试,努力去做,没有什么事是你学不会的,怎么才能够实现思维转换呢? 那就是让没用的过去成为优势,有一个荷兰人叫塔尼亚,他在大学里面做文员的工作,他的优势是喜欢打游戏,后来他们学院要开一门远程课程。 在一次会议中,大家都抱怨说,这个论坛太难管理了,说论坛里边说什么话的人都有,还有很多人说脏话,还有很多人身攻击。 然后,塔尼亚就插了一句说,水军是要管的。 然后,那些教授问,什么叫水军? 教授竟然不知道什么叫水军。 塔尼亚就激动了,说你们连水军都不知道吗? 没有人管这些水军怎么行呢? 后来教授一听,说你懂这个。 他说,我有十几年经验。 他打游戏打了十几年,最后为以重任,升职做了网络管理员,管理所有的学员和用户。 这就是我们说,你过去没用的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今天的优势。 我们要学会把握人生的第二次机会,你认为不重要的一些能力很有可能蕴藏着大量的价值。 再来说,什么叫非传统的学习呢? 我们看一个案例,有一个叫扎克的人,九岁从学校辍学了,原因是不适应学校环境,天天有人欺负他,每天跟人打架,老师也不帮着他。 当他的爸妈同意他辍学的那一天,他的老师跟他讲了一句话,说,你的人生不可能再有任何更好的期望。 然后他就开始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,最早干的一份工作是扫厕所。当作者见到扎克的时候,扎克25岁,是威蒂玛拉一所大学的院长。 他从一个九岁辍学的孩子,变成了一个大学的院长,这是怎么做到的呢?扎克九岁就走入社会,开始进入没人管的程度,然后激发了兴趣。 他一边打工一边晃的过程当中,有一次听一个教授的演讲,突然爱上了音乐,说,这音乐太美妙了,他要学这个音乐,于是他就去找了这个教授。 教授说你已经不上学了?那挺好,你回去,你先把哪个哪个乐章,什么什么音乐,给我听熟了。 然后,这个孩子就如饥似渴地扎入到了音乐当中,他觉得这样学习,才有意思。 然后就开始学习音乐,在教授的业余辅导之下,他没有回归主流的教育,没有按照小学,初中,高中这么上下来,他就是自己跟着教授学音乐,最后在他15岁的时候,考上了纽约大学。 最后,他毕业的时候,拿到的是一个音乐、政治、哲学、经济学的综合学位,收到了威蒂玛拉这所大学的邀请,说我们希望你来帮我组建这个新的学院, 到威蒂玛拉当了学院的院长,这就是传奇的经历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非传统学习的应用,作者说有的国家都是以非传统学习立足的,比如新加坡。 新加坡有一个原则,叫做打造派行人才。 我们听说过T型人才。 T型人才就是你有很好的基础知识,你有广泛的涉猎,但是你有一项优势,这个叫T型人才。 新加坡认为T型人才不够,你必须打造派行人才。 什么叫派行人才呢? 就是要有两个足够深入的技能。 这两个技能分别叫做第一技能和第二技能。 第一技能与工作相关,第二技能与激情相关,这叫派行人才,而且派行人才的技能是要更替的。 你始终都要有一个与工作相关的第一技能,还要有一个与激情相关的第二技能。 过两天,你的第二技能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你的第一技能,然后,你还得培养自己下一步的激情,这时候你的人生才能够不断地迭代。 那当我们的职业生涯止步不前的时候,该怎么办呢? 比如,有一个叫谢诺夫斯基的物理学家,在普林斯顿学量子力学,他的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。 他们在普林斯顿上物理课的时候,发现考试卷子没人会做。 于是他们发起了一个抵抗运动,让教授来做这些题,结果教授也不会做。 后来发现这些题谢诺夫斯基竟然会做,我们看出他是一个天才型的物理学家。 但是,天才型的物理学家也有遇到瓶颈的时候,他在四五十岁的时候陷入瓶颈。 因为没有钱做研究,他去普林斯顿申请仪器,但他要的仪器,普林斯顿实在买不起。 因为量子力学能够用的仪器都是数以亿计的,都得几个亿,甚至几十个亿。 怎么办呢? 于是他去参加了很多社交活动。 在参加一个生物学聚会的时候,突然发现说,这东西我能搞,他用量子力学的能力进入到脑科学的行列。 他开始研究生物学,然后不断地发表论文,做研究,最后成为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。 后来成为了普林斯顿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。 所以,作者给出的建议有几条。 一,警惕止步不前。 作者说,当你的职业生涯止步不前的时候,首先你要当心止步不前这件事。 我们很多人对于止步不前没有反应,比如工作止步不前,每个月发着稳定的工资,不上不下。 但这种稳定会杀死你,因为人一辈子要想图稳定的话,那就是不进则退。 所以,你必须得有一种进攻的态势,你必须得让自己不断地丰富,所以对于止步不前这件事,你得有警惕。 二,建立关系网。 建立关系网,去找到合适的位置,多参加各式各样的高端活动。 比如法律跟我没关系,认识几个律师挺好的,医学跟我没关系,多参加一些医生的聚会,听医生聊聊天。 三,学会选择性忽视。 机会很多,虽然交流有很多,但是不能什么都干。 不能觉得哪个都是机会,我这个也想学,那个也想学,你还是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。 如果要能够做得好,需要有谦逊和开放的心态,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深入进去。 然后进行其中,获得心流体验,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专家。 再来看最后一部分,怎么把中年危机变成中年机遇,作者说中年带来机遇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人到中年以后,工作稳定了,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。 这时候你才能够腾出手来,去思考自己的乐趣。 不要害怕干扰,干扰有时候并非是坏事,干扰很有可能会带来优势。 比如,有一个孩子从哥伦比亚到德国去求学,后来进入惠普,然后从惠普又调到了美国在硅谷工作。 在硅谷工作的时候,他觉得每天通勤上下班,实在是太累,他说这不是我要的人生。 于是决定自己创业,最后找到了一个他特别想干的工作,就是做木工。 这就是我们说人到中年有机遇,你跟别人不一样,你的想法跟年轻人不同,因为你有大量的不一样的背景。 你不要等到一件事做不下去了,再去想下一件事。 因为未雨绸缪很重要。 怎么想下一件事呢? 那就是跟激情相关。 我们要能够学会激情导向,然后工作导向,两种技能。 一、木课。 木课就是我们说的在线教育,超级木课的学习者,能够做到一年学几十门课。 因为你想学什么,全都摆在那儿。 木课的学习方法跟别的课程不一样在哪儿呢? 他入学很容易。 一门课十块钱,二十块钱,你想听多少遍都行,想考多少遍就考多少遍,直到你考过为止。 木课的理念是我们要相信未来的社会看的是能力,不是那张文凭。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证明,证明你学过这门课,但不代表学过这门课的人都厉害,因为学过这门课的人无数。 当这样的方法出来以后,大量的人通过木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二、知行合一。 最后我们学了东西就得去用,在实践当中找到反馈,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需不需要学点别的知识。 所以学以致用,知行合一。 所以,我们应该知道,教育针对的是所有人,我们一谈到教育,应该想到的是你自己,人到中年,甚至到了晚年,也并不少要按照过去人们所规定的惯性去生活,而是要有激情的生活,要寻找我们的下一个技能,然后让我自己不断地进行思维转换,不断地迭代,更重要的是要相信,跨越式成长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 好了,这本跨越式成长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